华联市13场部落风年祭祭感恩祭将在7月27号陆续登场 今天由华联市头目联谊会长杨中环头目率领部落头目 以及青年阶级勇士前来施工所前的广场报信息 正式来宣告一年一度的风年祭即将展开 并热情的邀请市长魏佳燕及市民朋友一同来参与部落盛事 部落青年勇士们穿戴传统服饰 从市民广场出发跑步到花莲市公所前广场 由12个部落头目和泰鲁阁族事务组长 共同以传统原住民祈福仪式向祖林宣告 即将举办风年祭和感恩祭 祈求护佑部落族人平安健康活动圆满顺利 而头目们也依序把丰收的作物包括了 槟榔、南瓜、山叔、芋头、芦苇心、地瓜、生姜、腾心等 交给市长魏佳燕 魏市长也回赠了小米酒表示祝福 部落的风年季即将开跑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谢谢我们总头目 以及我们12个头目 还有我们泰鲁阁的事务组长 要感谢大家 那我想今天也在这边 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族人 那我想花莲市公所对于我们部落的传统文化 我们持续的在扎根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的头目 跟我们妇女干部们说 我想我们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一定要让孩子们一同来参加 那也希望说在外的游子们都能够回来一同参加我们风年季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部落勇士 那待会正式的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7月27号就是我们第一场风年季在甘尼安部落 那在我们临界公园的这个部分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那都可以一同去前往去参加 那但是还是要拜托大家要注意我们部落的一个习俗 那他们在拜祖灵的时候也请大家特别的一个注意 那在此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风年季 那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园民处 那我们代表会 那以及我们的里长 那真的谢谢大家共同的来参与 共同的来支持我们部落风年季 祈福一世后部落头目和青年勇士 以歌舞向祖灵传达喜悦与感谢之意 同时也邀请市长魏家宴 代表会主席李政伟和现场贵宾一起共舞 欢喜迎接风年季到来 华联市原住民风年季从7月27号起到8月24号陆续登场 包括有12场阿美族风年季 和一场泰鲁阁祖感恩季 市长魏家宴欢迎国内外游客到花联各个部落 体验精彩的原住民传统文化社会 借吕慧欢迎市报道